去看看單身及地獄吧 這些人自信爆棚啊 那些台詞 台詞光是要給我朗讀講不出來 為什麼 你說 平常就是 我只要稍微有裝扮的話 一天至少一定會有一個人追過來 從小就是蠻漂亮的 大家都說我很可愛 有可能是因為我的光環太亮了 所以可能看不到我的翅膀吧 對 新加入那個我真的是 新加入是誰啊 最新加入那個 最後加入那個女生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會一心一意的對她好 好誇張喔 你知道嗎 我看單身 她一來 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女性 好扯 好噁 那你原本在島上 原本在跟你已經有點就是曖昧了 應該怎麼辦 再見 不好意思 我真的就是跟她說不好意思 打開帳篷 馬克可以聊聊嗎 我覺得好啊 我覺得我們中間好像突然隔了一道牆 我想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耶 就是好像某一天之後 就突然覺得我們眼神都沒有對到 你要我老實跟你講嗎 我媽這邊不就是要老實追求自己的愛情嗎 好好好 那我就很坦誠的跟你講 然後我希望我們還是 就是好好把這個節目做完 那我老實跟你講的那個結論就是 當她來了之後 我眼中已經沒有別人了 我就想要一心一意的放在她身上 對她好 你現在在演個屁 不是 你要想 你要想 那些人就是 但是他們都是天之交女 所以他們 你要用勾人的下巴跟眼神看我啊 那個真的超難 喜歡她 只有她嗎 就是我沒有辦法揣摩 一直都是贏家的人 要怎麼回應 她第一次挫敗 因為剛剛那個應該就是她第一次挫敗 對 不知道怎麼講耶 因為包含其中裡面一個是籃球員嘛 所以那個籃球員他講話那個態度 真的就是 我現在喜歡有三個 她 她 33% 33% 剩下的1% 開放給其他人 開禮老布 所以可是又一個最奇妙的地方在於 在場的人都不認識她 所以她可能在韓國籃球圈當中 可能很有名 但是偏偏在場的人就是沒有認識她嘛 就跟比如說今天曾文鼎到地獄島 她以為大家都知道她是誰 但其實現場都不知道她是曾文鼎 這樣比喻是錯了嗎 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 我覺得台灣好像有點 台灣是因為小嗎 還是因為我們訊息的流通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覺得如果台灣的籃球員 也許真的比較年輕的新生在去的話 我可能 你也不知道吧 可能真的有可能不知道 可是如果是 因為她不是有拿過MVP嗎 因為我想像可能 那她應該就會是台灣也許 比如說高國豪 有拿過MVP應該就是有看運動人 就都會知道的人啊 可是我根本就沒有看你 我怎麼會知道 就像你有時候說什麼棒球 昨晚打得多屌 我們也是完全不知道啊 是喔 就跟今天去 如果她是一個有50萬追蹤的美妝KOL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你 對 對 很有可能 那時候第一季我想說 哇她有50萬追蹤 但是 因為我覺得每個女生看來都是很在自己外型的人 然後他們也都完全不知道這一個人 我想說是50萬是不是在韓國是非常非常 因為他們玩社群玩得更瘋是不是 就是很初階的 就是在台灣如果有50萬訂閱的美妝KOL 應該是很多人都會知道的耶 反正很有趣啦 單身集劇第三季很讚啦 可是 新加入那個不行啦 雖然她才出現這樣一下下而已 全心全意耶 全心全意只為她 所以她登場說 你在螢幕前面就是一個 宅男痴漢的樣子盯著她笑 我就說好可愛喔 好可愛 旁邊Catia就是說 那你看我 那你看我 她就會說那你看我 那你看我 然後因為她只要鏡頭只要一盼到她 我就說好可愛喔 那你看我 那你看我 然後就會說我可愛嗎 那我可愛嗎 可愛啦 好過分喔 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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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不行啊 那個那個新的真的 我還沒看到新的登場 真的假的 對啊 你還沒看到新的登場喔 欸我看到 有啊 有啊 剛剛講的那一段已經是最新的登場啦 就是說 只要我打扮的話 每天一定至少會有一個人來搭訕 就是她 欸那我腦中沒有她的臉耶 她就是 橫凱就是我喜歡的型啊 我腦中真的沒有她的臉耶 就是ABC ABK那種臉 就是有點圓圓的 漢漢漢漢漢的啊 然後講話 她的聲音的音質更甜 因為她的目標是要當女主播嘛 喔 然後她一播報的時候聲音會變低 對 就是要做專業感 又很會跟人聊天 這麼喜歡她 很會順著人家的話講 這不得了啊 哇 她的長相真的是沒有進來我這 我現在想起來我有看過這個人耶 對啊 沒有她的face 我現在只有壓下巴那女的 臉不重要 臉也不重要 所以她整體那個氛圍 你不要演面好不好好噁喔 那幾歲的人喔 不行 啊 好喜歡喔 會不會到天堂島公佈職業 請問你的職業是 欸說我嗎 對對對 你的職業是 我的職業是什麼啊 蛤 你不知道你的職業啊 欸我 我很難想 因為其實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自己 你剛剛要講你這是CEO啊 你說我自己有一家公司啊 對啊 開場當然是要這樣子啊 你該不會要說 廣播DJ 你是一個專門在做REALS的人吧 哈哈哈哈 我是REALS玩家 哈哈哈哈 我最喜歡想一些廢片拍出來 你應該開場就是要說 喔我自己開了一間公司 喔 喔 然後就開始會講一些 壯士難怪說 喔我的聲音在幫助他人 找到自己聲音的方法 講得很懸 然後讓他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 我PUSH人家成為一個更棒的人 喔 聲音教練這樣子 聲音教練 哇 然後彭麗主持人說 聲音教練 很新欸 這個沒有聽過很酷欸 哇 其實就是老廣播人嘛 一定要這樣 你是不是很想他單身極地獄啊 不行 完全不行 我想過我在那邊也是會死掉 我在那邊真的是 我們兩個在那邊 因為那個太赤裸太真實了 你說你太噁是不是還是 我太 眼神太直接嗎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我會怎麼樣 但是我在第三季的時候很明顯的知道 我絕對不能參加實境秀 因為我平 嫌悟的表情 我平常的臉真的太臭了 太太臭了 可是有沒有可能因為你太久沒有又重新融入一群男子 好像很青春的那個 所以你在裡面突然異常的變得很可愛 每天要不要打球啊 打球 健身 講到健身也超離譜 誰到底在沙灘上面健身啊 有事嗎 可是他們都會這樣 美國那些也是啊 好誇張喔 你要想他們待那個時間這麼長 然後他們的身材都那麼好 除非他們都是用打的 不然的話那個就是要花時間去鍛煉的啊 你每天一定要有那一段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好可怕喔 其中有一個男生穿的超奇怪 他第一次出燈場 穿黑褲子被紅Polo衫那個 他真的就是個怪人耶 怪到爆炸的人耶 然後一直到現在都還從來沒有去過天堂島 可是他收糖果的時候收到五顆 對啊因為每個人都對他有興趣啊 欸我們這 你沒有看到這個人 到底知道我們在聊什麼嗎 不好意思 今天是馬克信箱的 單身及地獄的前期特輯 一個人 就是那個人 一開始他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他 可是當他發現每個人給他糖果之後 自信爆棚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可是我前面不覺得啊 可是他後面是整個就是 他還要進一步 來來來來來 營火晚會我主持啊 我主持 啊這很好笑 所以為什麼每天都要告訴大家 你要在鏡子前面稱讚你自己又要awesome 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自信很很重要的 欸是換我嗎 啊我要回信啊 這也是馬克信箱 我是誰 我在哪 你是單身及地獄的評論員 那個 難難難難 那邊好難 救世主時間 我來看看我們有什麼救世主啊 Woo sucks好啊 過年又來啦 為了你辛苦的腳丫子 趕快把舊襪子換掉吧 蝦皮搜尋WOOSOX Woo sucks 點有專屬優惠碼 輸入WOOSMKMR 欸我今天腳上穿的就是Woo sucks喔 測試測試 高屏地區 有需要裝潢嗎 IG搜尋 林薇凱 雙木林 偉大的偉 凱子的凱 LWK0820 一起救救地方小老闆 簽到的有 艾朵兒 糖果 台北的2730咖啡 永文說新年快樂 新的一年有好多事要完成 馬克信箱我聽了三年多了 我要繼續聽到三十幾年 安安 韋熱還有聖譜也都簽到 還有小福利麻辣鍋 尾牙春酒的方案 正在優惠當中喔 即日起到2月7號 還有2月19到3月29 平日每滿12人用餐 就有一人免費 工作忙碌一整年 你可以好好的慰勞夥伴 慰勞自己 一起到小福利麻辣鍋吃飽飽 S23U租借服務 IG搜尋S23U RENT 私訊我是點有就有優惠喔 繼續簽到的還有CJS 以及眉毛大師 新年新眉毛 精神損害我超愛的眉毛大師 簡佩瑩 偶爾李米妮 我居然被提到了 平凡日子 沒有特別想要推薦的人事物 再一個月我就要當 四年的救世主了 祝大家都開心 飛奔進入2024 如果你要去機場的話 機場接送服務 我們的救世主ID是 你在IG搜尋 Taiwanese底線Store 就可以找到他囉 來自持教練的健身小tips 深蹲的時候 骨盆常常往左或往右飄 該怎麼辦呢 其實這有很多種可能 但經常會發現一種狀況 像是某一側的腳踝卡住了 導致你深蹲的時候骨盆位移 針對這種狀況解決方法 是放鬆比較卡的那側腳踝的小腿肌肉 還有伸展腳踝 詳細的做法在我的IG 小老鼠AA90092TS 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有說到囉 如果私訊詢問課程說 我是典友 有邀會 黃成室內設計 老闆好像有說 我有聽到 有聽到你們在呼喚我 北中持續的爭彩當中 黃是黃帝的黃 成是黃成成的黃 這有講跟沒講一樣 成是成青的成 成青湖的成 黃成室內設計 冬天就是要喝熱熱的金滿堂 購買請輸入Marcy折扣碼 黃說 東台灣唯一野生動物醫院野灣 一起來幫助動物們回家吧 清典叫甜不知死罪人一號 狂賀教主單口寫去玩獸 蛤怎樣 你賣完了 沒有 這不是應該的嗎 哇 你寫完稿子了嗎 沒有 但你好慢才知 星光三 要念樂還是月啊 樂吧 星光三樂 但你好慢才知星光三樂 兩場還各有一百六十幾張票 喔如果是星光三樂的話 那應該就是星光三月啦 喔 星光三月 喜歡看表演的點 我可以參考一下喔 購票詳情請上 OpenTix2的倍數購票 享有折扣喔 蛤 你的賣完了 那我怎麼去看 早就賣完 你在說什麼 我點進去我沒有點到後面一步 我以為我想說都還有啊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 我什麼時候看我 自由的表演 一票難求 連我都進不去 好好好 你要來是不是 你認真要來 對啊 你來會開心嗎 不會 看你 我會開心 我最會應援了 真的嗎 因為他剛剛看完我推的孩子 你要跳我推的舞喔 沒有我不會跳啊 但是他講什麼 我都笑 我都笑 我可是常常在看脫口秀的人 可是你如果在一個他不要的點笑話 他應該會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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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Gate到喔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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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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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場喔 沒幾個笑點 哈哈哈哈 你的故事多成這麼長喔 全部整場我聽完 幹我聽了什麼 那你的本那些故事是我聽過的嗎 好像都沒有吧 欸那很值得去耶 是嗎 我自己來聯絡你太太好了 不勞煩您啦 沒有 您忙你的脫口秀就好 你還是聯絡我吧 我才能找微笑丹尼 不然的話卡迪亞又不認識他們搶地方的人 喔好呲好呲 他這樣講我壓力好大喔 怎樣 不會Cue你跳的啦 不是笑不笑得出來怎麼辦 如果我們在不對的時間點又又沒有笑出來 可是他說笑點那麼少應該很好抓吧 對啊 而且而且 你看到前面笑你又跟著笑就對了 而且這個有什麼難的 就是你想笑就笑哪有差別 喔 幹嘛要管別人 我是怕我們太吵會干擾你的節奏 不會 沒有吳瑪莉就是怎樣都不會笑啊 你不是說他就是死人嗎 他又不期待我笑 他就是侯曉銘嘛 但是我們這種人喔 一旦發出笑聲來 喔那個信息的增加是幾百倍往笑 我才不會理你 好像覺得那一瞬間我真的蠻屌的 Cesaries by Leaf回家作業 新的一年祝大家龍舞集 過年佩戴花草視頻 現在有超優惠的活動 IG搜尋回家作業葉子的葉 如果你是典友 報上典友另有小禮 陪伴大家花開富貴迎新年 以上呢感謝今天的馬姓救世主們 小學級地獄啦 不要跟你開玩笑的 不是吧女生好無聊喔 女生不無聊 你看單身極律會看那麼快樂嗎 女生就是這麼無聊 你們才覺得有趣嘛 可是我覺得這一季的女生 她們都很開誠不公 她們沒什麼心眼耶 這一季有心眼的是男生耶 是男生在防著彼此耶 你說女生都比較 就是我很明白 女生大部分就是有人問了 她就直接講出來 對啊 她們蠻開心的 就連那個一開始前幾集 會覺得她是用下巴勾人那個 她後來大爆走耶 對她的招數好像很 很 那要怎麼講那種感覺很明顯還是幹嘛 她的招數很直球 對 結果發現其實她的個性是很直接的一個人耶 她不是想像的那種就是那邊千回百轉很 可是有一個我還是很看不出來她到底是什麼個性的人 哪一個 你說巴比一開始出現那個 對就看起來就是也不怎麼說話 有一點像王心靈那種感覺的人 就是樣子 就是第一季的智雅嘛 她就是第三季的智雅 她就是比較會保留 她不會直接說出來 可是你問她她也會講 然後你可以看到第一集跟第二集 她的轉變超級大 第一集完全就是 站在那邊 我就是最屌的 你們都要來崇拜我 摩拜我 結果發現沒有人跟我去天堂島 然後馬上開始 變得很那個 很easy going啊 好的就這樣啦 今天祝大家開心